你 莉莉 你也别太难受了 你等着 你等着 我现在就马上联系我各种朋友 非把那个接人家的门牌号给查出来不可 都什么人啊 太过分了 你们家王凯璇也真是的 是人吗 不用了 我走了 莉莉 莉莉 拿好了 莉莉 您能不能布局里面去拍啊 我这不是给您找足球呢吗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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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嫂子回来了 莉莉 回来了 吃饭了吗 我给你弄去 吃过了 妈 爸爸呢 加班呢吧 你们看着啊 我先回屋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嗯 医院有点事儿 嗯 嗯 莉莉脸色特别不好看 她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我也不好问呢 反正情绪特别不高 没事儿 行了 妈 您早点休息吧啊 好好说 千万别吵架啊 不能 吵什么架呀 您快休息吧 行什么呢 今天这事儿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不用解释了 你现在嘴里还有实话吗 你真误会我了 莉莉 我还爱过什么事儿都没有 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 你是不是真把我当傻子了呀 一次又一次地骗我 你要是心里没鬼 你干嘛不跟我说实话呢 你骗我说你加班 结果就前女友家了 你说 我看你还能再给我 变出什么瞎话来 你又要告诉我 这刘主任逼你去了吧 我为什么骗你 我承认我骗你是我不对 但我就是怕你 像现在这样胡思乱想 你看你果然在胡思乱想 你出去 我不出去 我必须跟你说清理今天事儿 从现在开始我发誓 从现在开始 我说出来的每一个字 半点假话都没有 有半点假话我让雷劈死我 你不用哼 今天这个事儿其实 真的没什么 就是刘主任和艾可闹矛盾了 他找不着艾可了 怕他自杀 因为艾可原来自杀过 后来抢救我了 挺危险的 所以呢刘主任就想让我去劝艾可 不要自杀 那我也怕出人命啊 我就去了 结果让你碰上就巧了 就这么个事儿 你看看表 我看表了 从我下班去医院找你到现在 已经四个小时了 四个小时 你在人家劝人别自杀 四个小时 一直在劝啊 我还能干什么呢 他就那个性格 钻牛角尖不像你 好哄 有时候说一说就好了 你看你 莉莉 行吧 既然今天已经是这样 那我就把我们仨事 跟你好好说一说 我问心无愧 真的 我和艾可 艾可虽然是我前 前大学女同学 但是我们俩之间 也没有任何联系 也没见过别 那天是在社区医院抢了 我们俩是偶遇 后来才联系上的 而且我没想到 她是刘准的女朋友 我更没想到的是 刘准跟她实时家暴 打得她遍体临上的 好多次了 你说她是我前女友 她是我前大学女同学 我 我能看着那样 我能 我能不管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牵扯她们俩 这个感情事里来了 哎呦 弄得我在她们俩那是 两辈都不是人 你说你要再不相信我 我怎么办 我真会 我可以做这些话 我真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